真的很让人心疼 这是艺人Selina在上海拍爆破戏 受伤一个月来 唱片公司在今天是首度公开她的病情 表示Selina她全身灼伤的面积有54% 也就是超过一半了 这附件之路长达一年 目前唱片公司已经成立了一个赔付小组 按照去年Selina她年收入高达1亿3000万 所以预估很有可能要向湖南卫视来求偿上益 Selina爆破受伤到现在一个月以来 外界都相当关心她的复原状况 Selina所属的怀言唱片 首次对外公开病情 表示Selina全身共有54%的烧烫伤面积 三度灼伤的部分占41% 主要在腿部跟腰部 至于潜二度灼伤有13% 分布在全身各处 而目前Selina已经进行过多次的轻创手术 以及两次的直皮手术 因此她现在的头发是已经全部剃光 而这一个月来华妍的员工都轮流到医院照顾她 Selina还特地请任爸录下感谢的声音档给同事 Selina说我知道你们都有来医院 辛苦你们了我会加油 而因为Selina受伤严重 预估复健得需要一年 华妍跟任爸正在协商赔偿事宜 恢复的都还蛮不错 对但是就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这赔付小组就是已经出来了啦 对那但是要谈了才会知道 虽然湖南卫视的赔付小组目前还未来台 但根据了解 Selina的去年约1.3亿的年收入 球场可能会超过上亿 等一看 这银河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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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迷